自总统大选外界都在关注各政党如何布局 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昨天接受网络节目专访时表示 不赞同办理党内初选 因为党内没有很好的初选传统 也没有在短期之内愈合伤口的组织文化 他认为应该根据科学数据协调共同推出 能够取得胜利的人 并表示欢迎郭台铭回来国民党 连胜文跟坦诚 他不认为郭台铭会因为无法代表国民党参选 而冲冠一怒出来自己选 跟国民党硬碰到底 像郭台铭这样愿意帮助老百姓的人 最后为了大卫导致国民党跟菲律阵营失败 这是他没有办法想象的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 感谢观看新闻的朋友们 感谢观看新闻的朋友们